哈囉大家好,我是Millian 我是姊姊Mindy 今天的影片非常開心 我們受到華南銀行的邀請 WOW 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華南銀行的 SNY數位帳戶APP 那同時呢,我們也有在IG上面 搜集大家問我們關於金錢關的QA 會回答大家好奇的QA問題 那在跟大家介紹SNY數位帳戶之前呢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什麼是數位帳戶 所以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數位帳戶相較於一般的帳戶來說 它的特色跟優點是什麼 那首先數位帳戶就非常棒的一點是 你不需要去銀行的分行辦 你直接在網路上面辦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需要跟人有接觸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就是要減少出門 現在在家裡就可以完成這件事 何必出門啊 然後你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時 隨時都可以辦這個數位帳戶 不會受到銀行的營業時間來限制 那接下來這個數位帳戶的優點 也是很多人申辦數位帳戶的原因 那就是數位帳戶相較於一般帳戶呢 它是有高利率活存 它活存率比一般帳戶還要高 那我自己很熱愛數位帳戶有一個原因 每個月會提供用戶多次免手續費轉帳的優惠 因為這個錢呢雖然很小 可是積少成多 那下一個優點就是數位帳戶 你只要存一百塊 甚至是一元 它就會開始幫你計算利息 因為一般的帳戶呢 你可能要存五千四十到一萬的金額 才會開始幫你計算利息 那最後一個優點就是 我們現在可以直接透過數位帳戶購買基金 而且開始交易金額 從幾千元到銅板價 都可以讓我們小額開始進行投資 那現在就來跟大家專注分享一下 花南銀行SNY數位帳戶app的一些功能介紹 那首先想要跟大家很興奮跟大家分享 現在呢 你登入這個app之後呢 進入到首頁 點右下角的搶優惠呢 就會進入到探險星球的一個小遊戲 那我本身大家應該知道 我是非常喜歡玩各種手遊 各種小遊戲的 那玩這個探險星球的小遊戲 如果最後你是在排行榜前一百名的名次的話呢 就會有額外的小禮物 真的是非常的簡單 我是覺得連小朋友都會玩 現在超適合在家裡殺時間 對 人家就想說趕快進入排行榜可以換禮物 那除了小遊戲之外呢 現在還有非常棒的新護理 大家只要申請SNY的數位帳戶 開通跟登入之後 就可以獲得兩百元的現金回饋 還有如果是舊用戶 你透過專屬的連結 推薦新用戶申辦 你可以再額外獲得一百元的回饋金 就等於總共可以獲得三百元 現在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SNY數位帳戶的特色到底有什麼 第一個特色就是 他們的活存利率最高 可以達到2.5% 因為一般的儲蓄帳戶 可能連一%都很難達到 那第二個特色呢 就是我們現在可以直接使用 SNY數位帳戶上面的 華南好機制這個功能 小額購買基金 因為以前的印象就是 我們可能要存到一筆比較大的金額 我們才可以開始投資 那現在在SNY上面 你只要有三千元 你就可以直接購買基金 所以非常的方便 那第三個優點呢 就是SNY數位帳戶的APP裡面 就是已經有台灣Pay這個電子支付 那電子支付呢 就是像一般大家用的LinePay 或是接口支付 那這個台灣Pay 是已經在這個APP裡面了 你不需要額外再下載台灣Pay的APP 那使用台灣Pay呢 你也不需要再做額外的綁定 第四個特色呢 你使用台灣Pay消費 那付款金額的2%呢 可以獲得等值的NPOINTS 就相當於你花了100塊錢出去 你可以獲得2塊錢 相當於20點的NPOINTS 累積NPOINTS可以繼續拿來使用 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 SNY的數位帳戶APP 那現在對於疫情期間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然後現在非常多身邊的朋友們 每一個人幾乎都有一個數位帳戶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一個數位帳戶的話呢 非常推薦大家去申辦 SNY數位帳戶 那首先第一題是 有人問我們說你們有買股票嗎 有做投資嗎 那我們兩個呢 是沒有在買股票的 我們兩個之前呢 就是笨方法 只懂得存錢 硬要說的話 我們之前曾經有買過投資型的保單 它這種投資方式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低風險的 所以投資報酬率也非常低 它的利率可能就稍微比定存在好一點點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賺不了什麼錢 基本上我們兩個是屬於就是想辦法要多賺錢 就看要怎麼樣開源 就是會想辦法讓自己收入方式有增加 跟不同的管道 因為我們也心上非常小顆 所以我們一直不敢去買 就是不管是股票還是基金 但是最近有考慮說 是不是要來買一下ETF 就是做一些比較長期投資的規劃 好那第二題有人問說 我們是如何存錢買房的 那剛剛有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是使用最笨的方法存錢 所以經過了幾年之後呢 我們就發覺 欸 賬戶好像還有一筆金額 已經足夠到可以支付頭期款了 然後因為當時就是有這筆金額 就覺得放在那邊很浪費 因為利息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然後我們也不懂太多其他的投資 那我們剛好又有住房的需求 就覺得 欸 那還不如我們就自己買個房子自住 然後同時又可以當作投資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沒有要住了 也可以租出去 或未來要賣掉都可以 好那第三題有人問說 收入是如何分配 其實我們一般就是我們賺到的錢 就是進入到公帳戶 然後我們公帳戶超過一半的金額 是都會存起來的 那我們每個月其實是領薪水 對 是媽媽建議的 媽媽就說 就是如果你們兩個就是有生命 有很多錢 那你可能就會花更多錢 所以我媽媽就規定說 每個月就是從公帳戶 然後會薪水到我們兩個的私人帳戶 個人就只能花那個私人帳戶的錢 這個跟上班族可能會差不多概念 有很多上班族他們也會薪水進來之後 他會把他一定要存下來的錢 存到另外的帳戶 然後剩下的錢他才可以利用 比如說那一起還房貸 還有我們兩個要分配生活開銷 那怎麼樣做才不會吵架 其實我們兩個人就是像房貸啊 跟生活開銷這些都是用公帳戶去付的 所以我覺得有個重點就是 你使用公帳戶的時候 你不能斤斤計較 比如像生活開銷的方面 因為我們兩個一起做 所以生活上面所有的日常用品 都是要一起使用跟一起買 比如說衛生紙買回來 你不能說LiAnn你用衛生紙用比較多 所以你要多付一點 我少付一點 就如果你一旦有這個想法的話 就絕對會吵架 所以我們兩個買東西之前 比如說我想買一個什麼東西去佳樂福 我就會說啊好想吃餛飩喔 我要買喔 我就會徵求一下我妹妹的同意 她說好然後我們就買 就是我們一般不會說 如果今天餛飩給他吃 我就說那你只能用你的錢買 就是因為我也會買一些他不吃的東西 就是平均好不好 就是我覺得不要去想說怎樣 就是不能想說你一定要完全公平 沒有這件事情 因為生活上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可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工帳戶呢還是要記帳 因為如果你不記帳 你就會不知道你花了多少錢 而且我們之前有個壞習慣 沒有說一起出去 我們就會用工帳戶付 因為就會覺得說不是花自己錢 對 工帳戶的錢也是我們的錢 對 這就變成我們覺得 我們好像也沒花什麼錢 就因為其實這些錢 應該是要從我們自己的薪水付的 對 可是就會默默地用工帳戶的錢 就比如說我們要去健身 其實健身的錢我們兩個 是規定自己要用自己的薪水去支付的 對 可是我們兩個就說 啊 我們一起健身 那我們就用工帳戶的錢吧 這樣子其實工帳戶的那個信用卡 這樣子每次帳戴來想說 哇 怎麼會是這樣子 對 但是我們不會吵架 我們只會一起很震驚而已 我們的收入是一起得到的 所以我們收入是直接進入到工帳戶 所以如果一般人你要像我們這樣子 一起分配生活開銷的話 建議大家各自把錢拿出來 然後變成一個基金 然後生活上的開銷 直接去用那個基金裡面的錢 嗯 就比如說每個人就一個月都拿三千塊出來 那你也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說 這個月是不是有花超過你們的預算 好 那接下來的問題我們就各自回答 約會的時候呢 會和對方AA制嗎 好 那我個人呢就是走AA制路線 就我並不覺得男生一定要幫女生付錢 可是我覺得第一次dating的時候 我會希望那個男生offer說那這一餐我先付 就如果男生提出這個的話 我會說那我要幫忙付一半 可是我會希望男生有這一個心意的原因 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判斷男生大方或小氣的一個方式 因為我覺得通常第一次dating 我也不會去吃多貴的餐廳 頂多兩個人就兩三千 我覺得就算對方付也不至於會讓他大失血 所以我會覺得那是一個心意 可是假如假如這一餐他先付了 他堅持不收我的錢 那我可能等一下就會買一個這種小食零食咖啡 或者我就會offer說 如果真的還不錯啦 我就會offer說 欸那我們下次可以再約 那我就會主動說 欸那這一餐我付 個人的話就是走一個隨性風 就是因為我覺得AA制對我來說也覺得很煩 就是我覺得AA制有點尷尬 就是你要算可能一半一半啊 或者是說有些人AA制 就是你先付一餐我付一餐 下一餐再我付 用輪流的方式 可是這樣又要記說上一餐是誰付 那或者是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dating階段 那dating階段那個人就是你也可能之後不會見到他 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一次是最後一次 所以我個人的話dating的話就是一個隨性 就是如果這一餐他付 我覺得喔OK 那我就是可能下次我付 可是他多付兩次或是我多付兩次 我也不會說記在心裡 那如果是男友呢 那我覺得如果是跟男友的話 我覺得就是在交往前就先講好這件事情 就比如說兩個人都是各付一半或輪流這樣 我就先講清楚比較好 如果是只是dating階段就有點好像講這件事 有點怪怪的 對所以我如果的話我就會走一個隨性的風 就我多付一點會覺得沒關係 除非他讓我多付真的很多 那我才覺得喔這個人不OK 那我就是如果他多付一點 我是會覺得也OK 就隨性我個人是這樣子 最後一題呢有人問說 我們覺得錢花在什麼東西上面呢 自己覺得最值得 那我覺得這一題我認真講了很久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任何一個實際的物品 所以我覺得天啊這個錢花的超值得 目前可能覺得買方式還蠻值得的啦 就我自己現在覺得最值得的東西 是把錢花在上課 或是培養興趣 甚至是旅遊 就是這種無形的東西 因為這種東西無形的 真的是你學了之後 獲得的就是你自己得到的 就算你這個興趣 你到最後發現你不喜歡 可是我覺得你花了這個錢 都是獲得一個體驗 就是幫你變成一個更豐富的人 其實我的想法 這題其實跟莉顏一樣 其實我覺得總結來說 就是把錢花在投資自己身上 然後是各種方式的投資 是上課一個體驗一個工作坊 或是你長期的去看一個諮商 我覺得都是一種投資 然後額外我自己也還有覺得 就是如果把錢花在籌目身上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也是很值得的 但是當然金額上面就是你自己要控制啦 就是你不能說就是買到太多 就我們兩個最後一題就是共同的想法 就是我們不會去買一些奢侈品 就是不會買名牌包 或是不會覺得說什麼東西 一定要用什麼台子才可以 只是把這些錢花在自己的身上 投資自己 讓自己變成一個更豐富的人 今天影片非常開心 跟大家分享了 華南銀行 SNY數位帳戶APP 大家有興趣的話 趕快去申辦喔 然後也很開心 終於回答了 關於金錢觀的QA 大家有任何關於金錢觀 我沒有回答到的問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這支影片按讚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把小鈴鐺打開 請問我影片最新的通知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瑪莉是感冒喔 你感冒喔 哈哈哈